主席 那提高金融营业税来补这一块 想要正式的 慎重的听听 主委你的意见 是 这个我已经在各种场合都已经说明过了 因为这个 财政的缺口其实可能需要通盘考量 那针对特定的行业去加税 确实不是很 周延 那另外的话呢 如果说呢这个增加这个金融的营业税 在国际上面 实质价值型营业税的国家 也没有这样做过 也没有人这样做过 因为最主要是金融业 其实它没有净向税额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增加它的营业税 其实增加它的成本负担 成本负担最后是 会转嫁到比较弱势的顾名去 那中交企业跟一般的 贷款户可能受到的影响 也会比较大 主委 有人这样提议 就表示有人会这样哭应 那刚才主委所提的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说 因为国际上没有这么做 第二个理由说 对特定行业处理并不好 第三个理由 因为金融业没有进向 没办法抵消 所以可能不公平 那第四个理由 可能会使得中小企业 跟比较弱势的贷款户 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就这个问题呢 更具体的去分析说 如果你提高现在的金融营业税 大概会增加多少税收 可是呢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比如说金融机构 会因此减少多少税收 那么金融股呢 可能会跌多少 然后哪几个贷款项目 可能会因此跟着紧缩 那会影响到什么 我想这样子一来 当有人提的时候 我们提出来说服呢 会比较有说服力 也比较具体 举个例子 你提了刚才理由说 他没有进向 没有进向完照常课税 你现在没有进向不是也课了吗 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 你的提到 哎呀这个不要对特定行业 为什么不能对特定行业啊 像我们货务税有的课有的不课啊 对不对 谁说不能对特定行业啊 像我们的盈利事业守得税 或者一般的营业税 有5%的也有25%的 主委你大概没听过 营业税有25%的吧 特种 特种行业25%嘛 所以谁说不能对特种行业来课呢 而且有时候 一些老百姓他不懂 他觉得什么叫金融业 就是财团嘛 对不对 什么金融业 就是富邦嘛 对不对 要不然就是 这个国泰嘛 要不然就是新光嘛 为什么不扣他们税呢 所以你 如果帮他们讲话 没有具体证据变成 你就帮财团说话 那我们不是 跳到黄和席不清吗 所以可能要有更完整的分析 更完整的说明 要不然都他提来说 哎 这个 为什么你反对呢 就表示你帮财团说话 你帮财团护航 那就有完没完了嘛 对不对 要估给大家算 所以因此金融业可能EPS会少多少 股价会跌多少 对不对 带动股票跌多少 对 然后你的贷款利息可能因此增加多少 你存款利息可能会减少多少 这样说明大家会比较有厉害的关系嘛 是 好不好 要不然哦 星星之火可以了远哦 到时候形成一个 为什么你不克 你马政府就是护航财团 那你不是 对不对 你不是这个 有苦受不出 我正讲对不对 我非常感谢蔡委员这个指教的意见 可能要准备了 对 再来因为我们很多委员不断提到 证守税要改 主委你认为证守税该不会改 要改的话怎么改 现在大家是认为说 股票市场啊 受到证守税这个单低因素的大幅的影响 是 主要这个因素啦 但是我们现在在看现在的 有啊 今天主席是说为什么今年 第一期国民所得没有弄好 就是因为教育量少了三成啊 教育量少了三成是因为客户征守税啊 或者甚至客户征守税啊 股票市场影响的因素其实非常的多元啊 当然我同意啊 可是人家把你定位为主要的因素 你就要出来分析啦 所以非常多元 那所以这 因为也是因为 所以你看法要不要改 市场上论述蛮多的 所以要不要改 证守税 这个部分的话主要是财政部的职权 那我们这边的话 主要财政部就对了 那那个 费昭伟这边啊 在这个礼拜一在这个 证券交易所巡查的时候 也希望说我们啊 这个会同财政部 去这个做一个研究 了解一下 证守税的整个市场影响 也许这样就比较客观的 因为现在大家都认我说 是唯一的因素 那其实可以这个 在进一步来 这个研究一下 所以我们会会同财政部 会跟财政部来协调 花点时间就对了 再来主委跟你请教 刚才我们卢兄委員很关心啊 有关于金融重建基金手上有很多的股票 这股票其实不是金融重建基金去买来的 金融重建也不是投资来的 那听说你们要把101的股票卖掉 然后这个让101啊变成一个民营绝大多数了 让卫家呢可以占优势是不是这回事 我刚刚已经澄清过了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不过我倒是有个不同的想法 我说主委 我们金融重建基金之所以成立是跟金融重建基金条例的 我们成立金融重建基金的目的是不是要去控股 是不是 就是因为我金融重建基金 我要永远的掌握某一些股票 所以我就不放 他到底也不是困股啦 但是他也是一个 金融重建基金条例里面 简单讲就是你要清偿嘛 你是追债的嘛 那追债的现在是好时机啊 不管是101,102,103 通通拿出来卖 卖给财政部 财政部不是底下有很多机构吗 公开标售 产生木底下不是有很多的单位有钱可以买吗 这个我们要看哦 这个有没有真实性 如果是好的投资商品 从我们这个资金应用的角度的话 我们还是很乐意的持有 你金融重建基金 是因为大家的严重的金融问题所产生的 大家去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 那你到时候变成财政部的私人口袋里面的小国库 倒也没有 他叫你不能卖你就不能卖 叫你可以卖你就可以卖 那什么事啊 你卖了也不会成为税收嘛 对不对 是民补过去的亏损嘛 我们金融重建基金现在其实都移给存保这边了 管理了啦 对 那存保因为我这些资产 其实他就是 最主要他有裁员啦 打击数他需要的时候的使用嘛 当然要清一清啊 他这种裁员他可以有种各种方式来保存嘛 原来他这个是当然这个是他不是当初去买的 他当然是接收过的 我倒是觉得趁着卫家跟财政部在抢这个股权拿出来卖高价 这才是对我们金融机构是好的啊 这个部分我们评估过啦 这是一个不错的这种 请问你 我们国家掌有101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好处啊 是策略性投资吗 还是面子挂不住 还是非非让宋文奇去当董事长不可 我刚刚已经报告过 还是找一些退休官员去那边挂的头像 陈水扁一样收红包 然后让那个 那个什么陈某某去当董事长 来安排人士用的 议人有那么重要吗 为什么 有人要抢股的时候 要是有人抢股的时候 你金融从政基金不赶快清一清 把因为银行失败所应该要补贴的钱 通通要回来啊 我刚刚已经报告这是一个好的资产嘛 对啊 好的资产所以 好的资产是因为有人抢嘛 抢就让他们竞争啊 如果有政治性的话我们当然要留着 对嘛 不是董事会改选的时候 股票才会涨吗 不那不一定 他有政治性的话 不是啊 股票抢的都就是会嘛 高高价钱 出托 保障我们金融机构应有的权益 那财政部长觉得他有需要把101控制住 那他去判断 他拿钱来买 他叫淘宜行来买啊 现在他们的那个营收是不错 所以的政治性更在高 提高啊 政治性高 政治性高你换现金更好啊 不那如果他将来有政治性的话 当然 那里面的控股公司啊 那也没有控股啊 不需要嘛 我们金融机构的任务 跟财政部的任务是要分开的 我们金融机构啊 不需要去半年那个国库署的角色 越有人抢 越要高价出托 杀了他措手不及 我们金钱入口袋 金融重建基金怎么样 少亏一点 什么叫金融重建基金 就是赔钱基金嘛 那你手上还 我看里面不只是一人一 还有很多股票啊 为什么不能清一天 为什么一定要在那边 当大股东 财政部议论有需要 财政部拿钱来买 金融电平算账 他不是手上台银吗 土银吗 核库吗 叫他们买啊 高价出托 是公开竞标 位价是要买 加出高价 天价 一股五百块 我帮你开价 对不对 以后不争的话就没得了 对 姑娘要漂亮的时候出家 嫁妆才会多 你熬个牢半天 对不对 就是为了一个面子 对不对 为了某人想当董事长 为了这个财政部长 要对101有法律司令的权威 这对金融重建基金是一种羞辱 我们当时拼老命 让你们通过金融重建基金的法律跟预算 你应该知道这个事吧 这个有政治性的商品 反对力量多大 有政治性的产品 其实留着也没什么坏事 什么叫政治性 102什么政治性 土地那么多你不会去花钱 盖个102 最近也在增长 空军总部你盖个102盖的比较高啊 对不对 就是要这样 要搞嘛 不要不要 我最讨厌那种 有些关联 把一些不重要的东西放在自己口袋 说这个都重要 然后专门塞人士 没有必要嘛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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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